朋友们大家好 水电维修又碰到难题了 两根PVC管中间有一道很大的缝隙 出现断层了 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把这么粗的PVC管接在一起呢 很多的朋友都想到用这个直接头 发现买来这个直接头之后 我们这个直接头套不进去 怎么解决呢 缝隙太窄了 如果我们把它切开 还是套不进去呀 或者说这种弯头根本没法用 碰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今天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现在我们的水电工发明出来有这种东西啊 专门这种卡套式的接头 专门处理这种情况 看这样子我们就轻轻松松接在一起了 对不对 用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他还有两个这样子的片 我们把它卡在这个位置 左右卡在一起 这中间是有槽位的 他可以刚好卡在这个槽位里面 那么怎么才操作呢 很简单啊 我们直接接上去肯定不行 他会漏水 这个PVC管我们连接的时候 全部都需要涂胶水的 像这个里面我们都需要涂这个PVC胶水 这个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把它涂胶水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如果说这里没有胶水 沾的话 它直接就会漏水啊 接头再好也没有用 这个也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这样子的连接片 都给他涂上胶水 涂上胶水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怎么样来用啊 会用的师傅 两分钟就接好了 不会用的师傅 这个活干半天 还是会漏水 看这里有一个槽位 我们刚好把它卡进去 对吧 我们先这样子吊着它 之后这边还有一头呢啊 我们同样的卡在这个槽位里面 看卡进去就是这种效果啊 之后把这头给它完全敲进去 看卡到这个位置顶住就可以了 之后这头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敲进去 看这里刚好有两个小疙瘩 挡住它 对吧 这样子就算我们的PVC管 中间出现断层 断了一截 我们用这个接头 也能轻轻松松的接上啊 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个直接头没法接 这个环形卡套接头 能够轻松接上去了 原因了 是不是 很简单 朋友们平时碰到这种情况 是怎么解决的 可以留言 好技巧一起学习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